他说五个人种是在地球上同时创造出来的 分别是黄种人、白种人、棕色人、黑色人和红色人 大家可能发现了这五种人可能已经残缺不全了 大家好,我是妮可感兴K哥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是关于探索宇宙和未解之谜的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 请点击下面的订阅按钮 打开小铃铛 啪啪 以后有精彩影片就不会再错过了 那我们开始正片吧 这个爱德加凯西是美国著名的预言家 他出生于1877年3月18号 在他六七岁的时候 他对他的父母说他能看到一些幻影 大家知道这个大概他说的是什么东西吧 我就不明说了 而且他说他可以同这些幻影说话 这众多幻影中其中有一个是他的祖父 然后这些幻影跟小凯西讲了很多的事情 包括像美国的南北战争 古埃及 波斯 种种种古文明什么的 后来小凯西和他父母聊起来这些东西 你想想六七岁一小孩跟父母聊这么深的东西 很多东西连他父母都没有听说过知道吧 那当时他父母就觉得这孩子想象力真丰富 就不知道他在说啥 以为是小孩想象力 我知道其实在我们的观众里面应该也有这样体制的人 如果有的话你们可以留言告诉我 这种体制其实并不少见 另外你们记得一点 这个凡是从小就展现出一些特异体制的 特异能量的人 他一定不平凡 你们可以看一下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 然后另外我跟大家继续讲 当时他父母就觉得是他想象力丰富 后来小凯西展现了一个 他们无法再用孩子想象力来解释的能力 就是这个小凯西 他只需要把头躺在这个课本上 躺一会儿 这个课本里的所有内容 他能一字不差的背下来 后来老师同学 包括后来的媒体记者 就觉得这个事情很奇怪 测试他 放了各种的课本书籍文件报纸 各种的东西 你放什么堂顶上就全部都能知道 而且倒背如流一字不差 而且最奇怪的就是 这很多书籍这里面的内容 早就超过了小学生的知识范畴 就这样一个事情 就是你们觉得奇不奇怪 然后很可怕 然后10岁的小凯西 对圣经特别着迷 每天孜孜不倦的阅读 虔诚的祷告 这就是为什么我频道里 经常跟大家提起的旧约圣经 我已经无数次的暗示大家了 这玩意儿 你们一定要去读一读 其实不光是旧约圣经 关于佛和道的这些东西 其实你们也有必要去了解一下 然后小凯西在他13岁的时候 他见到了影响他一生的幻影 是一位天使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当时天使问他说你这一辈子最希望做的事情是什么 当然小凯西毫不犹豫的说 我最希望做的事是帮助别人 尤其是帮助那些生了病的人 13岁的凯西就觉悟都这么高了 也说到为人看病治病 有点像你记得林墨吗 妈祖你记得吗 也是这样的 后来凯西得了一场病了 喉咙这边得了点病 他就认识了后来的莱恩医生 后来莱恩医生意外的发现 催眠以后的凯西具有超能力 所以莱恩医生后来请求凯西 帮自己解读一下 折磨了自己多年无法治愈的胃病 催眠以后的凯西 精确的描述了莱恩的病症 并推荐了包括草药 食物和锻炼的方法 后来莱恩医生果然痊愈了 从此以后 莱恩医生对凯西的超能力深信不疑 莱恩医生想劝说凯西靠这个方法 去救更多的人 但是凯西有些犹豫 他说他自己只上过八年的学 而且他对医药和诊断一窍不通 什么都没学过 也根本不知道在催眠状况下 自己到底讲过什么 所以他对自己能给病人解读病症 包括药道病除这件事 他表示深深的怀疑 后来莱恩医生 极力的劝说凯西才同意了 凯西说他可以用他的才能帮助别人 但是有一个条件 就是如果他们发现催眠中的凯西 如果所说的对任何人有害 他们必须立即停止解读 这件事以后 这个莱恩医生就和凯西一起救治病人 所有的病人无不要到病除 神奇不已 凯西的治疗方案 也从来没有局限于某一类 而是在所有的疗法中给出最合适的方案 就给你举个例子 在他诊断过的60多例栏尾炎中 只有4例他建议动手术 剩下的全部靠药物 包括锻炼食物什么的给调理好 后来因为凯西名声越来越大 当然有些传统的医生 他是不信这个的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就叫开气门 开气门医生在凯西的解读病重实验中 他从不信怀疑 到最后的彻底的信服 惊呼神奇 除了医生以外 还有很多的科学家和博士 他们都是以什么目的 就是以打假的目的 去了解凯西这个事情 后来全部都被一一验证 凯西是真的 全部都被蛇服了 那1910年的时候 开气门医生提交了一份论文 给美国临床研究学会 这个论文里就写了 凯西的现象是医学的奇迹 那同年的10月9号 纽约时报写了一篇文章 关于凯西的超能力 那标题是这样写的 无学术造诣者在催眠中成为了神医 这样一个标题 从纽约时报发行以后 凯西的名声名扬全美国 要求解读的人络绎不绝 所以当时凯西一夜之间 成为了大名鼎鼎的灵异诊疗师 后来出了一些问题 这个灵 我说的这个灵 就是说凯西在催眠以后的她 这个灵一再警告凯西 说每天你最多只能解读两个 否则身体会受到严重的损害 但是凯西为了救助那些 急需帮助的病人 她每天解读8次 就即使她每天解读8次 她的解读日程表也排到了两年以后 我刚才提到的这个灵 大家是不是猜到是谁了 大家还记得小时候的凯西 那个天使问她说 你想这一辈子你想做什么事情 她说我想救治病人 记得吗 是不是都联系起来 这个灵呢 其实就是那个 后来凯西没有听灵的话 加班加点的做这些事情 不断的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到1944年春天的时候 凯西的身体越来越差 催眠以后啊 这个灵呢强烈建议她一定要休息 必须休息 但是凯西啊 有强烈的责任感去帮助 需要帮助的人 所以她再一次呢 没有听这个灵的劝告 很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1945年1月3号 凯西呢 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就是因为凯西呢 非常伟大 这个西方人呢 管她叫睡着的先知 评价非常高 我再跟大家解读一些凯西的生平 因为这个凯西在催眠的时候 她不光为病人解读 她还解读了很多 关于人类啊 关于地球啊 关于未来啊 关于过去啊 关于人类起源啊 一大堆的这样的东西 这个凯西呢 首先分享了一个东西 叫轮回转世 那凯西说呢 这个灵魂转世啊 是真实存在的 是每一个人呢 通过一系列的人事经历 你们这一段历程呢 是由四股力量交织形成的 第一个是因果报应 第二个是自由意志 第三个是宿命 第四个是恩典 是由这四股力量交织形成 最终的目的是 达到灵魂的发展和完善 其实你们转世投胎的每一世 不是为了你这个肉体 是为了肉体里面的那个灵 为了它的完善和发展 凯西说啊 物质世界的身体 也就是你们现在这个躯体啊 只是一个临时的载体啊 现在你们每个人呢 处在地球上这个第三维度的空间和时间里呢 使用了这具身体啊 你们是去经历呢 去学习 最终达到一种什么效果呢 就是让你们这个个体呢 满足于原创能量 最终达到合而为一的效果 原创能量就是相当于这个造物主创世神吧 就是说你们维度提到最高以后呢 你们就会和这个造物主创世神融为一体了 有点深哦 是不是 嗯 这是关于这个灵魂和转世投胎这一块的 这个凯西啊 还提到了人类的起源 他很确定啊 人类不是猴子进化来的 在人类出现之前呢 地球是由动物来统治 那大概在20万年前 有一个伟大的救赎计划 是有一个叫阿米流斯的 一个灵魂的领导者呢 降生 这个阿米流斯呢 一共进行了30次的转世投胎 我跟大家说几个 他比较著名的这个投胎的这个名字啊 其中有一个是亚当 亚当夏娃的亚当 这个阿米流斯最后一次在地球出现是耶稣 是以耶稣的形象出现 嗯 2000年前啊 他说五个人种呢 是在地球上同时创造出来的 分别是黄种人 白种人 棕色人 黑色人 和红色人 大家可能发现了 这五种人啊 可能已经残缺不全了 其中有一种人呢 已经彻底消失了 就是这个棕色人啊 这个棕色人是谁呢 你们知不知道雷姆利亚 他们是棕色人啊 他们已经彻底消失了 这个雷姆利亚呢 也彻底的毁灭了 红色人到底是谁呢 红色人可能大家听的最多的 就是南北美这边呢 就是印第安土著啊 包括玛雅人啊 大家听的最多的可能是他们 但其实呢 这个红种人最开始造的时候 不是造在南北美 是造在了亚特兰蒂斯 亚特兰蒂斯沉没以后呢 他们来到了这个南北美洲啊 所以印第安人和玛雅人的祖先 是亚特兰蒂斯 其中一部分的幸存者 地球上现在主流的 就三种颜色了 白 黑 黄 其实到现在红种人 其实已经不多了 这个凯西说啊 当时这五种人 科技最发达的 就是这个亚特兰蒂斯 他们有城市 有发达的技术 科学 社会 那当时的亚特兰蒂斯 分两个阶级 第一个是特权阶级 第二个是奴隶阶级 那这两个阶级啊 有持续的冲突 因为理念就不同 对科技和自然资源呢 进行了大量的 务用和滥用 最终导致了亚特兰蒂斯 产生了三次大灾难 这三次灾难 它是这样描述的 在五万年前 亚特兰蒂斯的技术成就 就已经超过了 我们当今人类 现在的科技啊 对资源和技术的 滥用和务用 亚特兰蒂斯 于五万年前 和两万八千年前 发生了两次 非常巨大的大灾难 这两次灾难 导致大部分的大陆 沉入了海中啊 特别是最后一次灾难 最后一次灾难呢 在圣经 还有很多古籍里面 都有记载啊 那我频道里 也有跟大家聊过 就是大洪水 亚特兰蒂斯 在大洪水的加持下 最终沉入了大西洋 他们这些幸存者呢 就逃到了 埃及和玛雅这边 所以大家才发现呢 这个埃及有金字塔 玛雅也有金字塔 他们这两股文明中间 是有共同性的 他们也把这个 关于地球啊 关于人类起源啊 关于亚特兰蒂斯的文明啊 还有外星人啊 埋在了三个地方 其中一个地方 我已经多次提到 就是火星男孩说的 那个金字塔 时日面向呢 底下那个 那是其中一个啊 另外两处呢 在现在玛雅的那个地方 另外凯西还提到 现在的人类社会呢 有大量从亚特兰蒂斯 和雷姆利亚 转世投胎过来的人 这个信息呢 我也在伊德法则里 有跟大家聊过啊 就这样一个现象呢 在最近这一个世纪 特别多 为什么呢 因为最近这一个世纪呢 星象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可能大家也发现了 最近一百年啊 人类的科技突飞猛进 这次的科技浪潮 就是这些高等的灵魂 他们转世投胎过来 是他们的杰作啊 另外呢 凯西还提到了一个 新人种正在诞生 他管他叫第五人类啊 你们可能没听说过 第五人类确实是正在诞生 我好想听啊 想听啊 嗯